上回就說到 劉關章他們三個圍著呂布 打到就好像走馬燈那樣 蹲蹲轉 打了幾十個回合 呂布始終招鑑不住 突然間 對著劉比的面門去刺一擊 劉比就芳芳一閃 那就有了一個空檔 呂布倒初話擊 飛馬就跑回去了 嘩 打輸了呂布 幾乃都不放他走 三個人拍馬追上去 八路軍兵這回得戚 哇 殺啦 大聲吶喊震天動地 就一起掩殺過去 呂布的軍馬就向著 虎爐關飛跑 劉關章三個咬著尾在後面窮追 一直追到虎爐關下 張飛呢 就一眼睜見關上面 有個青色的羅山 被一陣西風吹到飄下飄下 張飛見到就大叫 董卓在上面啊 追到呂布 有什麼這麼聰明呢 不如先去殺了董賊 這樣才是斬草除根啊 張飛就拆馬上關 想去捉董卓了 當他拍馬追到去關下的時候 上面就射箭釘石一樣 都沒辦法衝過去 那就只有回頭了 這次大勝一場 八路諸侯都上來 跟劉關章三個人賀功了 又派人去元兆的大營道布折 元兆接到打勝仗的消息 就落到命令給孫堅 叫他進兵 好 孫堅就帶上情仆王蓋 一起去元兆的刑寨去找他 見到面 孫堅就說了 董卓和我本來是無仇無怨的 現在 我之所以奮不顧身 趁無此石來決一死戰 為什麼呢 無非是上衞國家討賊 下衞將軍一家的交情 但是將軍你竟信他人的壞話 不發糧草搞到我打了敗仗 將軍你於心何安啊 對不住 對不住啊 元兆當堂口都啞了 只有下令殺了那個講是非的人 來向孫堅賠罪 正在這個時候 有人報告孫堅說 虎牢關上有個將軍 騎馬來刑寨要求見孫堅了 孫堅就告辭了元兆回到自己的大本營 叫那個人來問一下 原來這個人正是董卓的愛將李國 孫堅就問了 你來有什麼事啊 這樣的 誠相非常敬重孫將軍 現在誠相特意派我來和孫將軍 談談一門親事 就是誠相有個女兒想許配給孫將軍的公子吧 屁 董卓逆天無道 傾覆皇室 我正想滅他狗族 倚謝天下 我絕不會和逆賊結親的 我現在不殺你 你快點回去早早獻關 就留你一條性命 如果遲誤 就以你們粉身碎骨 請 李國就醜到面紅面綠 抱頭鼠喘就走回去虎爐關見董卓 說孫堅怎樣怎樣無禮法 董卓就叫老爺 就問李如有什麼好辦法 李如就說 溫侯身近打敗了一仗 兵無戰心 士氣比較低落 對了 不如帶兵回去洛陽 將皇帝遷去長安 這樣就認那首童搖也好 認什麼童搖啊 這樣的 近日街市上有首童搖是這樣唱的 西頭一個漢 東頭一個漢 綠酒入長安 荒可無私難 這樣 我是這樣想他的 西頭一個漢 就認證高祖皇帝 就旺在西都長安裡 傳了十二位皇帝 那東頭一個漢 就認證光武帝 旺在東都落陽 又到了現在 又傳了十二位皇帝 嗯 沒錯沒錯 丞相啊 根據天數 是應該輪回頭的了 那丞相如果遷去長安 就一定吉利的了 各位 漢朝的第一個皇帝 就是漢高祖 他在公元前二零六年 定長安做首都 長安呢 就在現在的陝西省長安 沿沿沿北 過了二百多年之後 也就是公元的二十五年 經過了一場變亂 當時的皇帝是江武帝 就將首都遷了去洛陽 因為洛陽 就在長安的東面 所以就稱為東京或者東都了 而長安呢 就叫做西京 現在說回董卓 他被李如一番說話 說到滿心歡喜 額頭額腦了 嘿嘿嘿嘿 不是你這樣說啊 我都省不起了 沒錯沒錯 於是董卓就帶上呂布 夾夾腳地回洛陽 商業千刀長安之事了 那天 在朝堂上 文武百官都到齊了 董卓就對大家說了 各位 汉朝在洛陽建立首都 已經二百多年了 氣數已經十分虛弱 我看王氣又回到長安那裡了 我現在想請皇上遷去西安 請各位早日準備行裝了 司徒楊彪就反對了 他說 關中的地方殘破零落 現在無緣無故 拋低太廟 捨棄皇陵 恐怕會驚動百姓 要令天下動亂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令天下太平 就極為困難了 希望 希望丞相仔細考慮 怎樣 你想阻撓有關國家興奉的計劃 是嗎 丞相啊 楊師徒的說話 說得對的 太衛皇院也反對千刀 也走出來說 百多年前 奸賊皇莽散衛 到了庚此年間 赤眉造反的時候 縱火焚燒長安 整座城池都變了瓦渣缸 更添人民流離千曬 留在當地的 真是一百個都不到一兩個 現在洛陽有這麼好的皇宮寶殿都不要 反而要搬去這麼荒涼的地方 認真不妥啊 丞相 懂得出的話 目前在關東地區 諸侯造反 天下凍亂 而長安呢 有熬山和鹹谷關造天險 可保安全 而且附近的地方 出產木石磚雅甚多 要建些宮殿房屋 一個多月就已經建好了 你們不要再亂說了 董卓已經把話說死了 但是有個師徒叫做殉爽 他還是不同意的 他說 成相啊 你要千刀 可憐那些百姓就要騷動不靈的了 哼 我為天下著想 那些小民百姓 不理得那麼多的了 董卓發起惡例 即日就霸了楊彪 黃苑 殉爽的官職了 還扁了他們做平民 散了潮了 董卓就出了宮殿上車了 見到兩個人 就對著車鑿鑿 一看 原來是尚書周備 和成門校衛五擎 董卓就問他們有什麼事啊 周備就說 聽聞成相 你要千刀是長安 所以特禮勸成相你不好啊 哼 當初我就是聽了你們兩個的說話 任用袁紹做渤海泰秀 來 現在袁紹要造反了 你們都是同黨來 人類 拖他們出去斬 他就真是叫武士 抓了周備和五擎 拉去刀門外殺了 董卓還將反對千刀的人 罷官的罷官 殺的殺 大家都不敢出聲 於是他就下令千刀 限定時日起程 例如又向董卓獻計 這個人陰謀詭計 是特別多的 又獨立 他就說了 目前我們錢糧缺少 知道洛陽有錢人家 特別多 將他們的家財 沒收入庫就對了 還有 凡是袁紹他們的往日報下 都一律抓起來殺了他 抄了他們家 得回來的錢 必定是慢慢的 哈哈 就這樣做吧 董卓就立刻派出鐵甲馬鈞五千 俗了洛陽全城的夫戶 總共幾千家那麼多 還在他們頭上插一面旗 大大個字寫著 反神亦黨 拉出去城外 全部殺了 他們的財產就全部沒收 過了不久 開始千刀了 李國國恥 將洛陽幾百萬人 全數趕去長安 那怎麼走呢 一隊百姓又奸一隊軍隊 簡直就好像衝軍一樣 在中途死在路邊 真是八計其數那麼多 陰公 又縱容士兵強姦婦女 又搶來百姓的糧食 一路上 那些喊救命聲 哭喊聲的震天動地 在隊伍的最後面 還有三千名拿著鋼刀的兵士 在吹人 走得慢點打 走不動就殺 董卓臨行的時候 就命人在城外 到處放火 把居民房屋燒光 並且連太妙皇宮也燒光 南北兩面的宮殿 都連成火海 董卓還命呂布 去打劫陰絲路 把先朝的皇帝皇后 和妃笨的陵墓全部掘開 搶走陪葬的金魂珠寶 哼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那些軍事見到皇帝的墳墳都掘得了 有什麼不掘得 就乘機把似仰的官民墳墓全部掘開 來搶劫財物 董卓就把金珠籌段所有值錢的物品 裝了幾千車 還挾持著皇帝呀 妃笨呀幾千人 就浩浩蕩蕩地出發去長安 董卓佈下有個將領叫趙岑 他負責守衛似水關 他見到董卓放棄洛已經走了 那還搜什麼關呀 於是就獻關投降 孫堅就驅兵入關 火速就趕去洛陽 劉關章也殺入虎爐關 郭露諸侯也率領國字的軍隊入關 現在先說一下孫堅 他帶兵飛奔趕去洛陽 遠遠就望見大火衝天 龍煙滾滾 二三百里之內 遠遠都望不見雞狗揚人煙 於是孫堅就派出了軍隊 救釋了大火 就讓各地諸侯 在荒郊野外駐紮兵馬 曹操就走去見袁紹問他 現在董賊走了去西面 我們應該趁勢追擊才對 你為什麼又按兵不動呀 袁紹就說 人馬疲乏 再前進恐怕沒有什麼好處 怎麼會呢 董賊焚燒公室 劫遷天子 使得天下震動 都不知跟誰好 這個才是天王董賊的機會 一戰而令天下安定 各位為什麼猶猶而移 不肯進兵呢 任你曹操怎麼說都好 那幫諸侯 個個都說不可輕動 不可輕動 氣得曹操 罵起來就說 你們這幫蠢才 跟你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於是就率領 夏侯淵 夏侯敦 曹仁 曹洪 李典 駱俊等 加上一萬兵馬去追殺董卓了 當董卓去到營陽這個地方的時候 泰秀徐榮出城來迎接 李如就對董卓說 城上你剛剛放棄了洛陽出來 後面怕會有追兵 可以叫徐榮在城外的山咬地方 埋伏一支軍隊 如果有兵追來呢 放他們通過先 等我們這裡殺敗這隊追兵 然後徐榮這隊伏兵 才出來截著掩殺 這樣呢 就會嚇怕後面的人 他們就再都不敢追過來 成相 你認為這個辦法怎樣 好 就照你說的來做吧 於是董卓就命令呂布 帶著一隊精兵押後 呂布正說走走走 遇到曹操帶著一隊軍隊追來 呂布就笑起來說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不出鯉魚所料啊 立刻就把軍馬擺開 兩軍隊陣曹操出馬 他高聲大叫說 益賊 你們劫千天子 流光百姓 究竟想怎樣啊 呂布就鬧回頭說 你這個背叛主公的羅夫 還在亂說什麼啊 夏侯敦就挺槍若馬 直取雷寶 打了幾個回合 李柯就帶著一隊軍隊 在左邊殺過來 曹操就連望叫夏侯淵盈敵 怎料右手邊吶喊聲又起了 原來又到國似大兵殺到 曹操又急急叫曹人盈敵 但是呂布這三路軍馬 非常勇猛 銳不可擋 夏侯敦又不夠呂布打 飛馬回陣 呂布就率領鐵甲馬軍 掩殺過去 曹操就大敗了 想著回頭 向著營陽的方向撤退 他走到一座方山腳下 當時大約二更多 月色就挺乾的 曹操呢 剛剛才聚集那些殘兵敗出 打算重整軍隊就在那扎形了 剛剛是拿起鍋頭打算煮飯 突然間 我殺了 吶喊一聲 徐榮的伏兵一起衝出來 曹操就慌忙拆馬 奪命逃跑 誰知剛剛撞正徐榮 曹操轉身就走 徐榮彎弓搭戰 一戰 射中曹操的肩頭 曹操忍著痛 大箭逃命 猛邊的馬就跑過了山哥 有兩個軍士就剛剛埋伏在叢林裡頭 就見到曹操騎著馬跑過來 哼,對了 等了你很久了 兩支槍一起出來一間 就擊中曹操匹馬 咔嚓的曹操整個滑了落地 跌到溫頭溫腦 就被兩個小小抓住 曹操以為這次實死沒有生了 哈,見一個將軍飛馬來到 而一揮刀就斬死那兩個小小小 落馬就救回曹操了 曹操定神一體 原來是曹操 曹操就說 啊,啊,我實死在這裡 現地,你還是快點走馬 曹操就說 大人,你要騎著我這匹馬走 好啦,我走路就行了 那,那賊兵追到來你怎樣 天下少了我不要緊 但是沒有你不行的 快點上馬吧 我,我如果這趟得生 都是全靠你 曹操就上了馬 曹操就脫了鐵甲 握著把刀 跟著在馬後面走 若我走到四更左右 只見前面有一條大河 攔住了去路 而後面呢 喇喊聲就越來越近了 曹操就說了 唉,命該如此 實死無生的了 不怕,主公 你下馬 曹操急急就扶曹操下馬 和他脫了箭袍盔 曹操背著曹操游過河 剛剛到了那邊岸 追兵就已經到了 隔著河還猛地射箭過來 曹操周身濕臨臨 拼命地跑 跑到天亮了 又走了三十幾里路 索氣到不得了 就打算在江仔下面休息一下 誰知忽然間 喇喊聲又起了 又有一標人馬追了過來 原來是徐詠 在上游渡過河來追 曹操正在又荒又急 只見夏侯淵 夏侯敦帶著幾十個馬軍 好像飛般趕到來 大喝一聲就說 徐詠你別動手啊 徐詠聽到 正將馬頭一撥 怎知見到夏侯敦衝了過來 打了幾個回合 夏侯敦一槍就刺死了徐詠 還殺散了追兵 那隨後呢 曹操、諾俊、李典 都各自帶著士兵追到過來 見到曹操沒什麼事 大家都真是又憂又喜 曹操來到追董卓的時候 帶了萬幾兵來 現在只剩下五百多殘兵 都所謂輸得慘了 曹操帶著這幾百人馬就回到河內 對了 上次說到國路諸侯當中 就有個河內郡太秀王康 現在曹操又回到河內 那這個河內 大家都知道 當然不是越南那個河內 那在哪裡來的呢 就是現在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方 古時候都叫做河內 而黃河以南的地區呢 就叫做河外的 到了漢朝呢 就設立了個棍 就叫做河內棍 那董卓殺敗了曹操之後 就繼續去長安 這些呢 就暫時不說他的字了 現在又說回國路諸侯了 他們都各自住宅在洛陽 孫堅呢 就構式了洛陽的大火 還將兵呢 住宅在城內 他自己的形象呢 就建在以前的玉姬殿上 孫堅就命令他的軍隊 將宮殿的爛瓦渣 磚水等等掃除乾淨 還將全部被董卓掘開的陵墓 全部都安放好 他又在泰妙的屋姬上面 臨時搭建了三間屋 安放了歷代皇帝的神位 請齊些諸侯來 用泰妙來拜祭一番 泰妙是什麼呢 泰妙就是古代最高等級的祭品 牛、羊、豬 三樣都齊備 叫做泰妙 那祭完大家就散了 孫堅就自己回去他們的營寨 當晚 滿天星斗 孫堅就按著把劍 露天地坐在那裡 他思前想後 敢懷時勢 他長嘆一聲 自言自語就說 唉 擦神亂角 使得萬民在水深火熱之中 整個京城都破壞一空了 唉 他想想想 不過就流起眼淚上來 他正想到出神的時候 旁邊有個軍事指著外面就說 咦 將軍 你看 那邊有些五顏六色的光 孫堅帶著一班軍事跟著那些光去找 原來的光是在店的南邊一個井裡照出來的 孫堅就立刻命人點起火把 派個軍事下井去打撩 撩起了一個婦人的屍首 雖然日子就很久了 但是屍首並沒有腐爛 是工裝打扮 在一條頸樹 還掛著一個錦囊 即是一個很漂亮的袋子 他們解下來打開一看 裡面就裝了一個珠紅色的盒子 還用一把金鎖鎖住 他們撬開一把鎖 打開盒子一看 哦 原來是有個玉璽 就是玉做的皇帝印 這個玉璽 方圓四寸 頂上面 叼著五條龍握手的鈕 旁邊就崩了一角 還用黃金鎖回來 玉璽就刻有算文字體的八個字 寫著 壽名於天 記壽永昌 孫見得了這個玉璽 就馬上去問程普 懂不懂這件事啊 程普就有些學問了 他看一看就說 這個是全國玉璽來的 這塊玉是太有來頭啊 大約在七百七百八十年前 有個人叫做變和 他在驚山下面 見到有隻鳳凰 站在石下面 他就知道這塊石下面一定有寶貝 於是他就拿去獻給楚文王 他們戒開一塊石 果然就得到一塊玉 後來到了秦朝二十六年 找了個巧手的工人 就把這塊玉剁磨成一個璽 李斯就把這八個字刻在上面 這個玉璽就是這樣 到了二十八年 秦朝王去各地視察 去到洞庭湖 發然間就大風大浪 即算差點就沉了 秦朝王就不小心把玉璽掉到水 立刻就風平浪靜了 過了八年 秦朝王就去到華茵視察 有個人就攔住條路 拿著玉璽就對徐松說 拿他去還給祖龍 說完 一陣風就不見了人 這個玉璽又歸回秦朝王 第二年秦朝王就死了 後來看高祖滅秦 紫英就把這個玉璽獻給高祖 現在一直到了王王散位 孝元王太后 拿起玉璽又來打王蠶和蘇蜆 就打崩了這角 後來唯有用金來相翻 後來到光武帝在宜陽得到這件寶物 代代相傳就傳到現在 但最近聽說十常事作亂 就挾持少帝去了北昂 回宮之後就發現不見了這個玉璽 想不到今天將軍你可以找到他 我想這個是天意 是上天賜給主公你的 第二 主公你必定有登上皇位的福分 主公 千萬不要在洛陽逗留 快點回去江東 寧謀發展好過了 孫健就說 你這樣說完全合我心水 明天我就說有病 告辭回去吧 那孫健和程普兩個商量好 那就吩咐一些軍事 不准將當晚的事情洩露出去 唉 俗語說齋 雞春那麼密 都暴出仔來了 孫健得到全國玉璽這件事 當晚就已經傳了出去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原來在這班軍事當中 有一個人是袁紹的同鄉 他就想借這個機會 投靠袁紹 撈些好油水 所以就漏夜偷出去營宅 去報信給袁紹知道 袁紹打上了他 還收留他在自己軍隊裡面 第二天 第二天 孫健走來向袁紹辭行 孫健說 我有些小病想回去長沙 特意向各位告辭 有些小病的 哈哈哈哈 你的病我知道 是全國玉璽病 哈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國路諸侯 輕兵討賊 為國除害 玉璽乃乃是朝廷之寶 好呀 你既然撿到了 就應該當著大家臉 交還給盟主才是呀 等到殺了董卓之後 再交還給朝廷才對的 但是 你現在收藏了他想翻扯 究竟想怎樣呀 孫健就說 玉璽怎麼會在我樹呢 我聽都沒有聽過呀 那 建章墊的井裡頭那件東西 又在哪裡呀 我根本就沒有這件玉璽 你為什麼這樣陷害我 哼哼 我勸你還是快些交出來好 免致自取其和 我是沒有 我可以當天發誓 如果我孫健真的得到這件寶物 獅子藏匿 就叫我他日不得善終 死於刀戰之下 那幫諸侯聽見孫健發這樣的重誓 都耳口同聲說 對了對了 民台既然發這樣的誓 看來玉璽真的不在他樹 袁紹又叫了那個軍事出來 對孫健說 打鬧的時候有沒有這個人呀 。 Han?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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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健當堂發大火 導 Benny 等出發炎 撼上兔玉璽要斬對那買 炎的alon 去那邊炎兔玉璽 打武力 插與不少奈狠 王丐 韩当 也拔起把刀出来 哇 不得了 纵卫诸侯立刻按住两边 有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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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坚不理那么多 立刻出了刑债上马 拔解离开洛阳 率领军队翻长沙了 袁绍生气得极了 写了封密信 派个心腹人 火速送去荆州 被荆州刺史留表 叫他在半老截住孙坚 抢回玉璽 那究竟抢不抢到玉璽呢 若知后事如何 就请看下回分解 上回就说到 孙坚得到全国的玉璽 死都不肯认 亦不理袁绍这么多 就带兵回了长沙了 袁绍生气得极了 写了封密信 派个心腹人 火速送去荆州 交给荆州刺史留表 就命他在半老中途 截着孙坚 抢回全国玉璽 这件事就等着再说 现在先说一说曹操了 曹操之前去了追董卓 在荆阳中了埋伏 大败一场就走回来 袁绍派人接他回来 还请齐国路诸侯摆酒 和曹操解门 喝喝一下 曹操就长叹一声说 唉 当初 我首先提出来要大兴仁义 为国除策 各位都仗义出兵响应 那本来是好好的 但是我本身的想法 就是希望本初里 率领河内的军马 脊壁万遵 宣祖国伟将军 就固守城高 占据荣仓 还原 泰谷 控制住险要的地方 公路你就率领南路的大军 驻守丹水色水一带 复入无关 控制住长安附近的三副地区 不用跟他们打 只是做好防御攻势 几面包围住他们 展示出天下的形势 以顺诸役 那就必定大局已定了 但是现在 各位迟迟疑疑又不肯进兵 大失天下之希望 不肯进兵 我真是 真是为各位感到惭愧啊 袁兆和一帮诸侯 听了曹操这番说话之后 就没说话好说了 酒逢知己就千杯少 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 大家都没话好说了 喝了几杯寡酒就散值了 曹操回到去 想一想 觉得袁兆他们各怀而心 各有各的打算 估计跟着他们都做不成什么大事的了 所以过了没多久呢 就自己带着兵马投奔去扬州了 即是今天安徽省合肥一带 有一天 公孙赞就跟刘比关羽张飞他们说了 袁兆这个人都是没什么能力的 时间一场必定有变故的 我们都是回去罢了 于是就全军撤走 拔解向着北方行进了 去到平原苑的时候 就叫刘比留在鼠月做平原上 即是平原的苑冠 公孙赞他自己呢 就回去住房的地方 公孙赞没有估计错 他走了不久 就发生一件事了 什么事呢 就是燕州太秀刘代 就问东郡太秀 乔武借梁 乔武推辞他不肯借 哈哈 怎知道刘代那个人 发起恶上来 突然襲击 大兵就冲进去乔武的形寨 杀死了乔武 还将他的人马全部收编 归在自己 袁兆见到 大家都各怀鬼胎的 就带着本部的军队 拔解离开了洛阳 返回去关东了 到了这个时候 当初由曹操发起 聚集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的鸿途大业 就燕烧云散了 哦 现在又讲回那个 荆州刺史刘表了 刘表的自警星 山羊高平人 是汉室中七来的 他在少年时候 就已经好结交朋友了 他所结识的 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读书人 他现在在荆州做刺史 主要是靠三个人来辅助他 就是拐梁、拐月和蔡奥 这一天 刘表收到袁绍的密信 看了之后 就下令拐月和蔡奥 大令一万征兵 去截着孙坚 当孙坚一到 拐月就将兵马列成阵势 自己就一马当先 出到阵前 孙坚就问他 拐将军 你为什么事 带兵来拦住我的去路 拐月就说 哼 你身为看神 为什么要私藏全国之宝 你快快留下 我就放你过去 孙坚就很生气 命令黄丐出战 蔡奥没有起把刀上来就认敌 逗了几个回合 黄丐就一边打中蔡奥的护心颈 逛一声 哎呀 蔡奥扑转马头就走 孙坚就趁势杀过戒口 哪知道背后金鼓齐鸣 原来刘表亲自带兵来到了 孙坚就在马上走过礼 所以他就说 景星 我和你就隔离棍 一向都河水不犯井水的 你为什么信了袁兆的说话来逼我呢 哼 你私藏全国玉璽 你想造反是吗 我根本就没有 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东西 就叫我死于刀箭之下了 你如果想我信你说的话 这样吧 你就把徐军的行李 任我搜查过一次先 蛤 你有什么本事 你有什么本事 敢这样看小我啊 孙坚就说想揮兵杀过他 刘表一转身就退走了 孙坚就立刻纵马追上去 天使刚刚转过山咀 唐一声罗响 埋伏在山头的兵马一齐涌出来 在背后 塞澳和寡月就一齐追过来了 还将孙坚围困住在中间 孙坚这趟呢 就看拍没命的了 就好彩程袍 黄改 韩当这三元猛将 薄老命地救回他 但是人马呢 就已经损失了成大半了 冲出了重围之后 带兵就回到江东了 那从此之后呢 孙坚和刘表就结落了冤仇了 这些呢 就暂时放落不讲他的字了 现在就说回袁绍了 他的军队呢 就住在河内 就缺少了粮草 契州刺史韩福 就认真不说得了 怕人来送粮给袁绍 袁绍的部下有个谋士 叫做冯纪 他就走来睡袁绍了 他说 大丈夫中横天下 需要等人送粮来才有得吃呢 契州这个地方 钱粮封盛 将军为什么不去拿了它呢 能够拿到契州就当然好了 不过没有好办法 将军 你看看这样好不好呢 我们呢 暗中使人送封信去给公孙坚 叫他出兵去打企州 约定我们一起出兵去夹攻 那公孙坚一定会出兵的 公孙坚一出兵了 韩福那是个无能之辈 他就必定会来找将军 你代为帮手 托管纪州的了 到其时 乘机再将大权立了过来 纪州就到将军手了 是呀 袁绍高兴到不得了 立刻就按照冯纪的计策 写了封信给公孙坚 公孙坚得到封信 见到袁绍封信说 两面夹攻一起来攻打企州 攻陷企州之后 就瓜分土地 一人一本 他就好欢喜了 即日就起兵 这头袁绍见他中计了 就暗中去派人去韩福树告密 说公孙坚要来打企州啊 韩福就怕了 即刻就找孙坚和新平这两位谋士来商量对策 孙坚就说 公孙坚率领北方大军 长驱而来 銳不可挡啊 更兼有 刘比 关羽 张飞来帮他 就更加难以抵敌了 袁绍有勇有谋 手下的名士名将又极多 将军 你不如请他来共同管理企州 那袁绍就必定跟你好好的 那就不用怕公孙赞了 韩福想起来也是 是要找个靠山才行的 就立即派了手下一个官员叫做关笋 去请袁绍了 另外又有个官员叫做耿武 他就劝韩福说 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袁绍只不过是孤客穷军 现在 还完全是靠我们维持他 就好比一个婴孩在我们手上 一不让他喝 立即就饿死他了 为什么事 要将整个州的事务交给他呢 这样做啊 这样做啊 简直就是引虎入羊群啊 不是这么说的 我是袁绍旧日部下的官员 才能又不及袁绍 古时都是这样的 找个大言大德的人 将个位置来让给他嘛 各位又何必妒忌呢 梁绍听到韩福那样说啊 就唯有长叹一声啊 唉 奇就 没了 韩福那样的决定啊 气质已走的官员有三十多人 咦 唯独耿奥和关纯走啊 他们埋伏在城外 就是要等袁绍来 过了几天 袁绍果然带兵来到了 梁绍 梁绍就拔出把刀 迎上去想杀了袁绍 袁绍哪有那么容易被你暗杀到啊 他那两员大将 颜梁文丑非常之那么厉害的 梁绍他们刚刚想动手 颜梁一举手就斩了梁绍了 文丑也杀死了关纯 好了 袁绍入了汽州之后 哈哈 反客为主 他任命韩福为奋威将军 而自己的心腹田锋 冯锦 追仇 许游这四个人 就分别掌管汽州的大小事务了 全部就奪了韩福的大拳 哈 这魂韩福就后悔莫及了 他赖低一家大小 单人匹马就扔走了 就去了投奔陈楼太寿张苗了 那公孙赞呢 他就知道袁绍已经占据了汽州了 就派他弟弟公孙月去见袁绍 要他分地了 袁绍就说了 请你大哥自己过来 我要和他商量一下 那公孙月就告辞回扯了 哈 走不到五十里 在路边就闪了一标军马 他们报了名堂说 我是董城商的家长 乱战就射死了公孙月 他的徐从人员就逃跑了回去 将件事就报告了给公孙赞听了 公孙赞听到我生得跳起八丈高 哈 袁绍哄我起兵去打韩福 自己就从中想起来拿了汽州 现在他又假装扮董卓的兵来杀死我弟弟 哈 这个仇报不行啊 于是就点齐本部的亲兵 杀去汽州了 袁绍探听公孙赞带兵来到 即刻就率领兵马来迎战 那两支军队在盘河相遇了 盘河就有一条大桥的 袁绍的军队就在桥的东边 而公孙赞的军队就在桥的西边 公孙赞在桥上勒定匹马 大声地说 袁绍 你这个背信弃义之徒 竟然敢敢欺骗我啊 袁绍也拆马来到桥边 指着公孙赞就说 韩福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他自动让了汽州给我 那又与你何干啊 哼 以前以为你为人中意 还推选你做盟主 但是看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直接是狼心狗肺 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啊 啊 袁绍生怒得不得了 他就说 谁跟我抓他回来 话口未完 文丑就拆马挺枪 直杀上桥 公孙赞就在桥边和文丑交锋 公孙赞就远远不是文丑的对手 先打了十几个回合 公孙赞就顶不住了 勒转马就跑回头 文丑当然不肯放过他 就乘性追过他 公孙赞就跑进阵里面 文丑就照冲 那种 飞马就直入中军 往来就冲杀 公孙赞的四名剑将 一起出来迎战 以为能够以多取胜 哼 唯有逃出阵后 向山谷逃命了 文丑一边中马狂追 一边就大声哼 公孙赞你快点下马投降 公孙赞就被文丑追到失魂落魄 嘿 弓箭都掉了 头盔都掉了 搞到披头散发 猛边马快点跑 刚刚转过山坡 突然 马失前提 公孙赞打到关斗滚了到山坡 文丑就追上来了 举起之枪就想刺过去 哈 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忽然间 在山坡的左手边 有个少年将军飞马转出来 挺枪直取文仇 公孙赞喘着气爬上山坡 他定神一看 只见那位少年将军 生得身长八尺 龙眉大眼就各自口面 威风凛凛 乔乔乔乔就和文丑大战了五十个回合 还不分胜负 这个时候 公孙赞步下的援军来到了 文丑见到执不到便宜 便拨马回头 那个少年将军也不去追他 公孙赞就三步夹两步 赶快就想去问一下这个少年将军叫什么名 那个少年将军在马上呼一呼身就说 我是常山真定人 姓赵明云 智子龙 我本来是袁兆的步下 因为见他都不是有心中军救民的 所以特意离开他 来投喷将军的徽霞 想不到会在这树相会 公孙赞虽然打输了这一场 但是得到一个这样的武将 所以他心非常之欢喜 就和赵云一起回应整顿军马 第二天 公孙赞就将军马分成左右两队 就好像一队翼似 他所用的马总共五千多匹 大部分都是白马 为何白马那么多呢 有来游的 因为公孙赞以前曾经和姜仁作战 姜仁就是当时住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他的先锋部队 全部骑白马 号称白马将军 作战亦非常勇敢 姜仁凡是见到白马来就走 好 因此公孙赞的军队里头 白马就更多 那袁绍这边呢 命令颜梁文酬做先锋 各大功老手一千名 亦都是分为左右两队 在左的是公孙赞的右军 在右的呢 当然是公孙赞的左军 正所谓针锋相对 就再令谷二 这个呢就是袁绍的另一名将领 就带八百名弓箭手 步兵一千名 排列在阵的当中 袁绍自己呢 就率领几万名马步军 在后面接应 公孙赞呢 就由于赵云初初来 不是很了解他 所以呢 就指明他率领一支部队 在后面接应 而打先锋的呢 就是他的大将严刚 公孙赞就亲自率领中军 在桥上立定马 在马的旁边 树起一面大红圈金边 碎字旗 嘿 但是奇怪 在神时 即是上五八点钟 就开始雷鼓 一直到至时 即是上五十点 雷鼓声呢 依然不断 差点就击烂了雷鼓 嘿 袁绍的军队就还不前进 炎光忍不住了 即刻下令进攻 那群兵俗呢 立声大哭 沙哒 直向谷二的阵地冲过去 原来谷二早有防范的 他命令弓箭手 扑在挡箭牌下面 动都不准动 一听到炮响就射箭 所以当炎光的兵 军过来的时候 谷二的军队就扑在不动字 直到炎光的兵来到很近的时候 咔!一声炮响 八百名弓箭手 伏伏伏伏伏伏 也一起发展 炎光就慌慌后退 被谷二拍马无刀 赶上去一刀就斩了落马下 龚孙赞的军队就大败了 当他左右两翼的部队上来救的时候 又被颜良民手带着弓老手 射着冲不到过来 袁兆徽军前进一直就杀到戒桥边 谷二就骑马冲过去 一刀就斩低那个执旗杖 然后又一刀 将那面碎旗斩倒 哇!得了的! 龚孙赞见到碎旗都被人斩倒了 即刻就逃跑了 回马落桥就走了 谷二带着部队 一直冲到后军 一撞就撞正赵云 赵云约马挺枪 打了两个回合 一枪就刺了谷二落马 跟着赵云就单枪匹马 飞入袁兆的部队当中 左冲右突就如入无人之境 龚孙赞就乘机 带领人马杀回袁兆那里 就杀到袁兆的军队凌丁厉败 原来袁兆 他刚才派出探马去观察情况 刚才回来报告说他知谷二很勇猛 斩张掀旗了 正在追赶大兵 所以他就未作准备了 当然了 连人家的碎旗都斩到了 就想着一定贏了 他骑着马就收收游游 和田锋带着几百名近身的卫士 和几十名马攻守 就想着走上前面看看 他哭哭大笑地说 哈哈哈哈 公孙赞乃无能之辈 哈哈哈哈 正在那里得意的时候 怎知道赵云就已经飞马冲到前面了 那班弓箭手急急想射他 哈哈都未来得及开工 就被赵云杀了 那班兵仔 吓得都走了 在这个时候 公孙赞的军队呢 也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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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兵仔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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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早就被人吃豆腐的吃了下肚子 当时袁绍一开 他的军事就齐心死打难打 就算赵云这么英雄这么洗得 也都没办法冲进去 正在打着 袁绍的大部队就掩杀过来了 颜梁也都带着人马赶到 那就两路军马合力反攻 赵云见到形势不妙 立刻就保护公孙赞杀出重围 回到戒桥 袁绍这趟就有风使进来 指挥兵马就长驱直进 再次就追过戒桥 公孙赞的兵马跌落水死的八计其数 袁绍就威了这趟 他一马当先 向前猛追 追了不到五里路 只听见山背后立喊声起了 一丢人马突然出现 为首的是三元大将 他们就是刘元德 关云祥和张亦德 他们在平原听到消息 听到龚孙赞和袁绍在打仗 所以突离作战 当时三个人三匹马三样兵器 飞奔前来直取袁绍 哇 撞板啊这趟 袁绍当堂客到魂飞天外 连拿着手里的那把宝刀也跌落地了 撥转马头就逃跑 幸好他那帮将士拼命顶住 这样才能回到过桥 龚孙赞也收兵回迎 龚孙赞对刘关章他们说 这次如果不是只有你们 这么远水路都走来救我 我几乎没命了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龚孙赞就介绍了赵云给他们相识 刘比一见到赵云就非常喜欢他 心已经不舍得他离开自己了 那袁绍自从输了这一仗之后 就坚守不出了 双方面僵持了个几月 那有人去长安报给董卓知 李渔就对董卓说了 袁绍和龚孙赞两个都是当今的豪杰丽 现在他们在盘河那里打仗啊 不如泰斯利就用天子的名义 发一封诏书去 同时呢 派人去和他们和解 这样呢 他们两个就一定会感激泰斯利的恩德 那就会归顺泰斯利的了嘛 啊 那倒是啊 好 一如这样做吧 第二天 董卓派了泰富马日低 泰博赵棋 带着赵书去见袁绍和公孙赞 当他们去到河北 袁绍就出来百里之外迎接了 还一拜再拜的公然地接受了赵书 第二天 马日低和赵棋他两个人 又去到公孙赞的刑寨宣读赵书 公孙赞就有了落台街啦 就写封信 派个人去袁绍那里讲和啦 办妥了这件事之后呢 马日低和赵棋他们两个就回长安复命啦 公孙赞也都班师准备回北平啦 临走之前 他写了一份表彰送去给皇帝 就推荐刘比做平原相 临别的时候 刘比就好不舍得赵云啦 赵云就叹了一口气话 唉 往日我以为公孙赞是一个英雄 现在看真下 他其实也都好像袁绍那一类的人的 刘比就说啦 你暂时委屈一下 跟着他先啦 我们一定后会有期的 讲完 大家就灑类分别啦 这些呢 就暂时放下不讲字啦 现在就讲一下袁绍啦 他又在南洋来啦 他听说袁绍就新任得了契州 就想打秋风 混合多少好处啦 就派个侍者 去见袁绍 要求袁绍送回一千匹马给他 就是这样啦 袁绍就托他手持 不肯给 袁绍就生气啦 从此他两兄弟就不和啦 袁绍问大佬拿马拿不到 就派人去荆州借粮 要求借二十万 刘表当然也没有借给他啦 袁绍又对他恨之入骨啦 就秘密派人送了封信给孙坚啦 就要求孙坚去打刘表 那封信的大意呢 就这么说的 他说 前那次 刘表在半路截着来打你 是我大哥的阴谋啦 现在袁绍又跟刘表密谋啦 要来偷襲你江东的地方 然你呢 即刻去兴兵打刘表 我就为你去打袁绍 那就两仇都报啦 打完之后呢 你拿荆州 我拿企州那样 孙坚得到这封密信呢 就兴兴了 这刻召集程普 韩当 黄盖几位大将来商量 他说 豈有此理那个刘表啊 那次那么可惡截着我的归路 现在不乘机报仇 等待何时啊 程普说啦 袁绍这份人 好奸诈的 不要相信他那么多好不好 孙坚就说啦 我不是为了他 我只不过想报仇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他来帮助的 于是就派黄盖安排战船 装载军气粮草 又准备些大船来运些战马 定了日期出兵 那究竟孙坚和刘表 谁胜谁负呢 那就若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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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